Level 这个字看起来是两个母音 两个e 所以第一个音节我们可以把它念成le 第二个音节念成for 中音节我们落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level 那level的词类它是一个名词 当作可所名词 可以当作一层两层的层 还有当作水平面 来我们来看一下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level呢 就是the height of water surface water surface就是水的表面 这个surface原本的意思就是表面 那水的表面的 那个最上面那层的高度 那我们就叫做水平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that mountain is 1,1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唱口 就一起把它记起来叫sea level 那sea level就是海平面 那我们中文呢 比较学术上的形象就是海拔 然后它是在海的上面 是above 所以注意特别像这个介细词 再来不是低于海平面 是高于海平面 多少呢 1100公尺 所以呢 这座山的高度 它的海拔呢 是1100公尺 above sea level 但这边呢 讲到level呢 Andy呢 当时要跟同学呢 补充另外一个词 那个词呢 就是horizon 好 horizon这个词呢 当作名词的时候呢 它的意思就叫做水平面 或者是海平面 水平面 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好了 好 来各位 这就是horizon 对不对 海的那个那一条线 这一条线 它就是horizon 就是水平面 horizon 对不对 好 那个在海边呢 看这个horizon呢 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 所以它是水平的 好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的单字 虽然horizon这个字 也是水平面 那这个字呢 它会衍生出来 另外一个叫horizontal horizontal 那horizontal 我们看到一个al结尾 知道就是形容词 对不对 它我们中文 就可以翻成水平的 好 那相对于水平的 那就是所谓的垂直的咯 那垂直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一起记一下 把它叫vertical 各位 我们发现 都是al结尾的 这个我们就叫做垂直的 垂 垂直 垂直的 我们就叫念成vertical 所以呢 一个念成horizon 和horizontal 注意到它的中音节 变成在第三个音节 horizontal 那vertical 它呢 是在第二个音节 好 所以呢 这几次呢 是有相关的 我们就顺便把它记一记 好 所以在这边呢 level这个字呢 就是名词 乘或者是水平面